日前被問到有沒有機會接任隔魁 卓隆泰笑笑帶過 但沒想到這句很久以後 這麼快就要來了 因為賴清德首播人事布局曝光 傳出卓隆泰已經內定為賴政府的首任隔魁 而副院長則是鄭立軍 卓正沛底定將在10號上午正式對外公布 卓正沛人選曝光 陳建仁和律委都大讚 而據瞭解卓隆泰之所以出現 正是因為他身獲賴清德信任 更是決策核心圈成員之一 不只擔任過立委 也曾是賴清德擔任隔魁時的秘書長 府院黨經歷完整 加上個性圓榮 經常扮演何氏佬 獲得大師兄稱號 且卓隆泰不喝酒錢才清楚 受到賴清德青睞 願意回來承擔更大的責任 傳出內定的副閣魁人選鄭立軍 不僅是蕭美琦的好姐妹 從政期間也以性格溫暖著稱 而政策扣的鄭立軍在賴清德競選時 也負責政見規劃 最清楚新政府國政藍圖 加上擔任文化部長期間 就和卓隆泰共事過有一定默契 做就任那我們當然就會有一些期待 藍白罕見收起炮火 而外傳卓正佩的佈局 正式考量到新國會朝小野大 藉此抗衡再也攻勢 而傳出具備財經專業的國發會主委 公明星也將出任行政院秘書長 除了代表賴清德確立科技產業 與經濟發展方向也能和卓正佩互補 而賴清德競選時後的發言人 陳世凱轉任院發言人 至於賴清德從立委時期就有好交情 選舉期間也一肩扛下總幹事職務的 潘孟安則將出任府秘書長 協助賴清德對外聯繫與協調 內政部長林又昌 則是轉任民進黨秘書長 出任民進黨秘書長 有跟賴副怎麼談的 賴清德新政府人事安排逐漸出爐 卓正佩和賴清德形成鐵三角 要帶給國人全新氣象